就是不要讓他距離領先你就行了 那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FW領先的時候其實Fnatic的節奏還是 因為大家也知道Fnatic 他包含了Reckless這個賽季都會拿卡爾 就AD位的卡爾 他們的下路如果要不就是拿大盒 要不然就是拿貓咪 公共性的這種英雄 所以他其實輸出核心是中單 是Nemesis發育起來的一個AD卡牌 把卡牌大師翻了 或是阿卡莉 那這兩個英雄如果他有上路 你這樣說的Fnatic就讓我想起來一個隊伍 蘇寧 因為蘇寧也玩卡爾瑪下路 中單也玩卡牌 對不對 有那個味 所以系組我覺得 系組我覺得是只看這三隻組別 就對RNG來說是一個挑戰 然後D主要看最後一個 第四隻隊伍是誰 D主如果DWG去的話 我感覺IG的壓力 是比較大的 這個剛才在分組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說了 但是我 我私心就好想看IG打DWG 你又來了 你就想看賽 我也想看賽哥打Nagre 全世界的觀眾都想看賽哥打Nagre 而且這個Soulmaker不也說了嗎 很喜歡Rookie 想要向Rookie選手學習 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機會 也沒事 先別說那麼多 萬一DWG沒有出現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現在可以說DWG如果入圍賽沒出現 我就替個光頭去解說S9 這不夠 這不夠 我替個光頭戴個女裝假髮去解說S9 可以可以 你就女裝上解說台 不可能的 我告訴你DWG如果從入圍賽不出來 現在我告訴你這個世界就有問題了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就是DWG不出現的機率 我覺得就等於FUNPLUS不出現的機率 其實差不多 那不是 那不是 FUNPLUS出現的機率都要比DWG不出現的機率 稍微大一點 真的 我同意 那你這麼說DWG就接近百分之百出現 就是很高 很高 無限接近百分之百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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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0.1招是什麼嗎 是歐洲停電入圍賽不打了 別別別 三隻隊友抽棄 DWG現在 我打斷了 打斷了 我們有流程要的 Ped你先說完 你先說完 還沒打先把鍵盤拿出來 上面就是 開出狂狂的帽多力多姿 不提 不提 簽證就怎麼已經到了 然後跟你抽 不行你簽證有問題吧 你抽回去 我跟你說這樣 我很怕DWG就是出事了 不可能 直接別開進口沒事的 好那剛剛說了這種萬一就是翻車 但是 其實呢 有真的翻過車 歷史上面 總決賽上面真的有很多萬一發生了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在總決賽上的那些萬一 哎 什麼玩兒這 哎 哎 哎 這一開始就 針對我老乾爹 截的不對啊 截下路那波 呀 這波 不到急 應該還有別急 沒有這一波了 這一波了呀 這波一波了呀 這最經典的沒有正常 沒整下路那波了 怎麼 是嗎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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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被XPK大招拉了四個 這波我印象太深了 這波我看了直播 眼淚都看出來了 XPK這一個發條Q大 主要這2-4的戰績是先拿0-4再拿2分的 是的 而且這XPK真的是老 老中丹騷怪 搞個TP發條 而且你回想一下老乾爹那時候抽出來的時候 我們好像也跟芳芙拉斯今天確實有點像 就是那個組別真的簡單 這是被龜哥三棒子腿暈了 對 這龜哥來了 這就是 豐哥被 一直講的一句話 你為什麼不搬鐵男 對吧 粉鐵戰術最後是沒有 沒有在賽場上面奏效 皮爾林是選擇了一個布蘭德火男來 對抗下路鐵男 當時15年最OP的就是 鐵男跟船長兩個影響 牛頭 牛頭也OP當時 對可惜了 可惜了 但是沒截到最精彩的那一部 就那一件嘛 其實這一個我印象最深的 我先說啊 有兩個東西我印象最深 一個是不說了 所有人都知道 還有一個是那個寡婦的裝備籃 沒印象嗎 就是那場對面5AP 下路AD位是個鐵男 5AP 然後那個寡婦是布甲鞋籃盾 就那個裝備籃我印象也很深 就這大概是那年老乾爹小小賽的一個縮影吧 所以就 這是一年 算是對LPO來說 很沉重的一個教訓嘛 對吧 就是說那一年確實 MSI拿了冠 然後 老乾爹當時又 又打得很激烈跟EDG嘛 3比2嘛 就是夏季總決賽 然後 就是如來大戰佛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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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是打的Q季 因為我解說了半決賽 半決賽是老乾爹3比0 贏了EDG 那場是我解說的 對 春季是那個DAFT 大戰 大戰